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哭着求他 等我生完孩子好不好 这也是你的孩子啊 你想看我们一失两命吗 眼盲的老公吃笑 你撒谎成性 我疯了才会信你 说完他把我推给绑匪 用我换回了姐姐 三天之后 老公进行了角膜移植手术 他重建光明后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的死亡通知书 不可能 那场绑架不过就是他自导自演的闹剧 他怎么可能会死 闺蜜冷笑着 把我惨死的照片扔到他眼前 怎么不可能 你一直的眼角膜 还是从他尸体上摘下来的呢 东南亚某国私立医院的产房内 我痛苦哀嚎着 医生们检查我的情况 胎儿期待绕井 胎位不正 顺产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十 马上安排刨公产手术 所有一切准备就绪 医生正要给我打麻药 忽然产房的门被用力踹开 一群黑衣保镖不由分说 就把我从手术台上扯下来 只给我披了一件白色大褂 全然不顾我高高隆起的肚子 你们是什么人 放下产妇 这样他会死的 医护人员阻止不及 我已经被他们拖进了电梯 电梯来到地下停车场 我被他们粗鲁地塞进一辆 黑色劳斯劳斯里 车里除了司机 还有一个男人 他穿着价值不菲的身色高定西装 英俊立体的面容 扮演在黑暗之中 原本明亮湛然的眸子 现在却只有空洞和孤寂 他是一位盲人 也是我的丈夫 我腹中孩子的父亲 谢志运 我狼狈的半跪在他面前 拉着他的手哀求他 阿运 我正在难产 我马上就要手术了 有什么事等我生完孩子 再说好不好 谢志运微微将脸侧向我 他的眼底空洞一片 可我仍旧能够看出 其中的冷漠与嘲讽 还想骗我 你压根就没怀孕 你派人绑架了你姐姐 还假装难产 你以为这样就能骗过我 我告诉你 做梦 太痛了 身体和心一起 让我痛不欲生 曾几何时 哪怕我的手被抽屉夹一下 谢志运都会心疼地 对着我的手指吹了又吹 哄了又哄 可是如今 在我为他生孩子的生死关头 他却要送我去死 我没有绑架 楚世然 我在难产了 谢志运 你个王八蛋 你会后悔的 可任凭我怎么咒骂 谢志运还是铁了心 把我送到了绑匪面前 哪怕此刻的我 早已经奄奄一息 我知道 我和腹中的孩子 大概率是活不成了 瞎了眼的谢志运 让他的保镖 把我扔到绑匪面前 绑匪们看着大肚子的我 眼里闪现出异样的神色 这是我老婆 我用她来换楚世然 绑匪头子哈哈大笑 谢总果然是个狠人 行 就用你老婆来换 记住 赎金一个亿 要是一天之内不给的话 可别怪我们撕票了 绑匪说完 把满脸惊慌的楚世然 推向了谢志运 而我 则被绑匪们 拖进了一辆白色面包车 五个小时后 我没能等来谢志运的一个 一赎金 我只等来了被活活疼死的 一失两命的死亡结局 我以为死后的人要么下地狱 要么上天堂 可我没想到 我居然又回到了谢志运的身边 此刻 她正在医院陪着楚世然体检 检查结果出来 楚世然除了受了点惊吓 没有大碍 谢志运安慰她 没事了 以后我再也不会让这种事发生了 楚世然靠在她的怀中 阿运 我相信你 但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怕什么 那些绑匪不会真的对雅雅做什么吧 毕竟他们看起来都不像是好人 谢志运冷吃 不是告诉你了吗 这不过就是楚新雅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她想对付的人是你 以为除掉你 我就会回到她身边了 简直做梦 既然是她自己找的人 那么他们自然不会对她怎么样 你就是太善良了 才会对一个楚新积虑的骗子 一而再再而三地心软 楚世然仗着谢志运看不见 露出一个得意又恶毒的笑 我知道 她一定在心里嘲笑我蠢 事实上 我也确实蠢 因为迄今为止 我都不知道楚世然究竟是怎么瞒天过海 把谢志运的一颗心 完完整整骗走的 就在这时 谢志运的助理江红走了过来 她和楚世然对了一个眼色 两人露出一个默契无比的笑容 江红 谢总 黑市那边有眼角膜的供应了 可以安排您的移植手术了 谢志运微微争冷 旁边的楚世然已经喜极而泣 真是太好了 阿运 你的眼睛可以重见光明了 谢志运有些犹豫 可是毕竟来源是黑市 万一 楚世然 不用管那么多 阿运 如果有罪孽的话 就让上天惩罚到我身上吧 我只想 你能重见光明 谢志运握紧她的手 诗然 谢谢你 谢谢你当初救了我 也谢谢你现在还陪在我身边 江红 那我现在就去安排手术的事 谢志运 嗯 江红转身离开 谢志运忽然又叫住她 等等 楚新雅那边 怎么样了 她现在在哪里 江红 暂时 暂时还没有她的消息 不过 她应该是躲起来了吧 毕竟谎言被拆穿 短时间内 她应该不好意思再见您了 谢志运眉头猝了一下 似乎是想交代什么 但终究 什么也没有说 阿运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楚新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后悔当初去救她了 谢志运说完 脸上有一丝落寞闪过 我听后 很想哭 可是灵魂是哭不出来的 她后悔救我了吗 刚好 我也后悔救她了 这样想着 关于七岁那年的记忆 再次浮上心头 七岁那年 我遇到了人贩子 人贩子把所有拐来的孩子 藏在一辆大货车的后备箱里 也就是在那里 我第一次遇到了谢志运 彼时的谢志运只有八岁 她像是一条奄奄一息的小狼仔 被关在笼子里 听别的孩子们说 她是因为反抗太激烈 还数次企图逃跑 所以才被关在笼子里的 孩子们见她这么惨 也就不敢再跑了 而我却打定主意 一定要跑 因为我在电视上 看过宣传片 知道如果被迈进大山里 我的下场 一定比被关进笼子更惨 黄天没有赴我 几天之后 我终于等到了一个逃跑的机会 那是个下雨天 不知道为什么 几个人贩子之间内讧了 他们先是争吵 然后开始打架 最后甚至还动了枪 直觉告诉我 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 错过了可能就再也没有了 于是我趁着人贩子们都跑远 推开了集装箱的门 带上我 求求你带上我 我们一起跑 笼子里的谢志运 眼眸惊亮 她祈求地看着我 双手握紧笼子的栏杆 仿佛我拒绝她 她就会绝望死去 我看了看她 又看了看笼子上的锁 最后咬牙 独自跳下了车 我没有钥匙 我也不敢耽误时间 虽然很想救她 可是就在我强压愧疚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名倒在地上的人贩子 而她的腰上挂着几把钥匙 我没有犹豫 快速摘了钥匙 又重新爬上了车 谢志运见我去而复返 兴奋地快要从笼子里跳出来 像极了一只被遗弃的小狗 见到去而复返的主人 我打开了笼子 带着她一起逃跑 其余的孩子们 不知道是不是吓傻了 只是呆呆看着我们 居然一个赶跑的都没有 或许是大鱼掩盖了我们的足迹 也或许是人贩子内讧全死光了 总之 我们一路逃跑 一路乞讨 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 最后居然真的让我们跑掉了 警察找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已经变成了两个小乞丐 而后被送回各自家中 告别之前 我们四只脏兮兮的小手紧紧握在一起 她眼眶红红 雅雅 你放心 等我长大了我就去找你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我点头 你回家以后要乖一点了 就算后妈再坏 也不要离家出走了 不然再碰到人贩子怎么办 你也是啊 以后千万不要再跟家人走散了 你要在家里好好长大 长成一个大美女 我听人说 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 你等我长大了来娶你 她说得信誓旦旦 我应得迷迷糊糊 那好吧 不过你也得长成一个大帅哥呀 否则就是恩将仇报了 彼时的我们都还太小 压根不懂得誓言的含义和分量 我们只是单纯得学着电视剧里的大人一样 海誓山盟 仿佛这样就能证明我们已经长大 在见面时 已经是在大学了 十九岁的谢允智真的长成了一八五的大帅哥 那是大学军训第一天 他穿着一身迷彩训练服向我奔来 他的笑容特别灿烂 以至于我隔得老远就被他那一口白牙晃了眼 他说 雅雅 我已经长成一个大帅哥了 我来报恩娶你了 在周围同学的启哄声中 我的脸红得像颗番茄 再后来 他开始拼命追我 我们恋爱 结婚 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甜蜜 那么幸福 直到在国外留学的姐姐回来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一开始 我并没有意识到 姐姐的到来会给我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 我和姐姐是双胞胎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十五岁那年 爸爸和妈妈离婚 姐姐跟着妈妈去了国外生活 从此我们的联系才少了许多 一直到我和谢志运结婚半年之后 姐姐才从国外回来 她见到谢志运的第一眼就愣住了 我明晃 晃在她眼中看到了惊艳两个字 我的内心生起了危机感 但无论我怎么严防死守 谢志运和姐姐楚诗然之间的关系 还是越走越近 姐姐曾经茶里茶气地对我说 雅雅 你不要吃醋哦 我和阿运之间是灵魂上的吸引 但我们发呼情指呼里的 你不要担心 阿运他呀 是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呢 可我怎么可能不吃醋呢 一次 两次 三次 终于 我积压的怒火 在某个谢志运夜不归宿的清晨爆发了 我指责谢志运婚内出轨 痛骂他和楚诗然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可是他呢 他只是冷笑着看我歇斯底里 最后给我来了一句 你以为把诗然踩到你里 就能衬托得你自己纯洁无瑕了 其实最无耻的那个人是你 当年在人贩子手里 救出我的人是诗然 我一直想娶的人也是诗然 而你不过是个纠战雀巢的小偷而已 我当场愣住 谢志运摔门而去 之后我不停给谢志运打电话 发微信 可他把我拉黑了 我只是想跟他问清楚 为什么会认为当年救他的人是楚诗然 为什么会认为是我纠战雀巢 难道我们这些年的感情都是假的吗 三天之后 谢志运的助理给我送来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在财产分割上 谢志运倒是大方的紧 我没签 因为就算要签 也要把所有误会都说清楚再签 就在这个时候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把运检单子的照片 发给谢志运的助理 希望谢志运能够回来看我一趟 谢志运同意了 可是当晚我还没等到他回家 就先等到了一场大火 因为我和谢志运一直住在市中心的26楼大平层里 所以想要逃生非常困难 火势熊熊 我被困在楼梯间里 浓烟和烈火炙烤着我的身体 我的体力耗尽 我觉得自己可能活不成了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谢志运会不顾一切冲进来救我 他不是不爱我了吗 他不是要和我离婚吗 为什么还要拼上性命来救我 亦是恍惚间 我听到他一遍又一遍呼唤我的名字 雅雅 雅雅不要睡 雅雅再坚持一下 我们一定会出去的 雅雅求求你不要睡 雅雅只要你坚持住 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们不离婚了 我们马上就要做爸爸妈妈了 雅雅雅雅我求求你 别丢下我一个人 或许正是他舍生忘死的呼唤 让我坚持了下来 我们最终都被救了出去 我除了身体小范围灼伤外 没有大碍 可是谢志运却被带毒的浓烟熏坏了眼睛 他的眼角磨受损 彻底失明了 我愧疚不已 能下床后第一时间就跑到他的病房去看他 楚诗然正守在他的床边哭泣 我恶心楚诗然的存在 可是因为谢志运如今的情况 我又不好计较 于是我走到他的床边 去握他的手 阿运 是我 本以为谢志运会像以前一样抱住我 可是他却簇眉将我的手甩开 别碰我 我惊愕不已 你 到底怎么了 你冲进火场救我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不离婚了吗 谢志运气的面色涨红 我死也要跟你离婚 我真是瞎了眼 才会一次又一次错信你 哪怕明知道你骗了我 我也愿意看在孩子的份上 给你一个机会 我去救你 我想和你好好过下去 可是你呢 你又骗我 你根本就没有怀孕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阴谋诡计 楚诗然在旁边见缝插针 就是啊 雅雅这次你真的太过分了 阿运为了救你 眼睛都瞎了 可你怎么又骗他 你知不知道他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问医生你的情况 他担心你 更担心你肚子里的孩子 可是医生告诉他 你根本没有怀孕 不可能 我又是愤怒又是委屈 我亲自去医院检查的 臂钞都做了 孕囊清晰可见 怎么可能没怀孕 楚诗然 那张臂钞丹阿运 已经派人去查了 结果那家医院 根本就查不到你的就诊记录 连监控记录都没有 所以那是假的 是你PS的 我踉呛着后退两步 像看怪物一样的看着楚诗然 这都是你做的对不对 你爱上了谢志运 你不择手段 也要把他抢到手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让他以为 当年就他的人是你 但是你做到了 你成功了 还有这家医院的医生 以及那张B抄单子的事 你真是神通广大呀 够了 谢志运怒吼 你自己心脏 所以看什么都脏 诗然怎么可能像你一样 心机深重 我怒极返笑 眼里擒着泪 谢志运 真的假不了 假得真不了 孩子就在我肚子里 如果你想知道真假 我们换一家医院重新检查 我不信 楚诗然能够买通 所有的医院 所有的医生 谢志运 你以为我 还会像傻子一样 被你耍吗 楚心雅 够了 我累了 就算我有什么欠你的 这双眼睛 也足够还清了吧 离婚吧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努力把眼泪逼回去 所以说到底 你还是不信我 好 那我也懒得解释了 毕竟神也叫不醒 一个装睡的人 谢志运 但愿你永远都不会醒过来 永远都不会后悔 今天的决定 说完 我转身离开 可是离婚的事 却并没想象中那么顺利 因为谢志运的外婆不同意 老人家很喜欢我 一听谢志运要离婚 就要打断她的腿 可谢志运吃了秤妥铁了心 非离不可 一来二去 事情就这么僵持下来 我不想再留在国内 也不想再见到谢志运和楚心雅 于是我去找我的闺蜜许优散心 许优在东南亚某小国 开了一家民宿酒店 那里风景美 人也少 很适合我养胎 许优拍着胸脯跟我保证 她一定会做好孩子的干妈 也一定会给我伺候好月子 我想了想 觉得留在这里生孩子 是个不错的选择 妈妈远在M国 多年为和我联系 爸爸自从楚诗然回国后 就一颗心扑在了她身上 至于我这个女儿 早就被爸爸抛到脑后了 而且留在这里 还可以避开谢志运和楚诗然 这对我而言 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 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会早产加难产 更加不巧的是 我生产前几天 许优妈妈出了车祸 她回国去看望妈妈了 这才导致了我的悲剧发生时 身边竟无一个人可以依靠 如今我死了 等许优回来后 一定会很伤心 很愤怒吧 谢志运的脚膜移植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而且术后恢复得不错 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医生就宣布 她可以拆纱布了 江洪和楚诗然 都守在她的身边 阿运 你不要紧张 手术很成功 等拆了纱布之后 你就可以重见光明了 楚诗然一脸欣慰 仿佛下一秒 就要激动地哭出来一样 谢志运只是轻轻恩了一声 然后问江洪 楚新雅还是没有消息吗 她连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 江洪 这 她迟疑着 看向楚诗然 楚诗然 微微点头 谢志运不耐烦 为什么吞吞吐吐的 有话直说 她又做什么妖了 江洪 这倒是没有 其实我这边前几天 就已经收到关于楚新雅的消息了 因为您还在恢复期 所以一直瞒着没跟您说 谢志运 她到底怎么了 楚诗然哭出声 握住了她的手 阿运 你别着急 江助理 也是怕影响你的心情 哑哑她 她已经死了 你说什么 我说 哑哑她已经死了 不可能 她好好的 怎么会死 拆纱布 现在就给我拆 我要亲自去找她 这一定又是她玩弄的小把戏 她撒谎 她怎么可能会死 谢志运歇斯底里的怒吼 双手粗暴地撕扯着 蒙在眼睛上的纱布 终于 纱布被她撕下来了 她猝着眉头 急切睁眼 却被强光刺痛 过了好几秒 双眼才恢复神采 她的眼睛 终于能重见光明了 江洪将我的死亡证明 递到了她的眼前 那上面清清楚楚 用三国语言 写着同一段话 死者楚新亚 华国吉 已于2024年3月17日 确定死亡 尸体发现地点 不可能 这是假的 假的 你们都在骗我 失去理智的谢志运 将死亡证明撕碎 楚新亚在旁边假装哭泣 江洪在一旁沉默不语 医护人员全都被吓得退了出去 我看着谢志运歇斯底里的发疯 只觉好笑 因为她愤怒的样子 好像一个小丑哦 就在这时 病房的门被砰的一声踹开 许优冷笑着走了进来 谢志运认识她 知道她是我的闺蜜 所以一见到她 立马冲过去握住她的肩膀 许优 楚新亚在哪里 她没死 她只是又在骗人对不对 许优 不 她死了 谢志运的唇开始微微颤抖 想要反驳 却被许优截住了话头 谢志运 楚新亚确实死了 这一点你不用怀疑 因为她要是不死 你又怎么能重见光明呢 你什么意思 谢志运的脸 瞬间褪去血色 变得苍白无比 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啊 你的眼角膜 是从牙牙的尸体上摘下来的 许优咬牙切齿说完这句话 狠狠抽了谢志运一个耳光 谢志运的脸 被打得偏向一边 她就那样僵在那里 一动不动 只是嘴里不停呢喃着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她怎么会死 都在骗我 你们都在骗我 究竟是我们在骗你 还是你自己在欺骗你自己 许优冷声质问着她 忽然就红了眼眶 随后将一叠照片 甩在她的脸上 那照片上是我的尸体 我的死状凄惨 是被那群绑匪活活虐杀致死 并且在死前 他们还把我卖给了黑市 不只是眼角膜 心脏 肾脏 肝脏 还有我全部的血液 总之 只要是能卖钱的 都被他们摘了一个遍 所谓的我的尸体 其实不过是一具 被遗弃在荒郊野岭的空壳而已 只不过恰巧 我的眼角膜 被卖给了谢志运 仅此而已 正好她不是一直耿耿于怀 觉得是我骗了她 所以才导致她双目失明的吗 这下 就让她用这双 从我尸体上夺走的眼角膜 好好看一看她亲手犯下的罪孽吧 谢志运跪在地上 将那些照片 一张一张捡起来 每捡起一张 她手指的颤动幅度 就加大一分 到了最后 她竟是落下两行血泪 所以她很悲痛吗 她被我的死状震撼到了吗 怎么会这样 那些绑匪 不是楚心雅找来的演员吗 他们应该只是在作戏而已啊 怎么会真的动手杀雅雅 她似乎是在质问许优 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许优悲愤痛哭 谁告诉你 那是雅雅做的局 雅雅当时在生孩子啊 她在给你生孩子啊 她难产 她马上就要做手术了 是你 是你把她从手术台上拉了下来 还把她交给绑匪 那些穷凶极恶的绑匪 等不到你给赎金 雅雅就死了 他们还把雅雅的器官全卖了 我的雅雅 她该有多痛 多绝望啊 谢志运听着这一声声气血的质问 猴坚发出类似野兽的悲鸣 可是她已经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了 楚诗然站出来 把许优往外推 好了 够了 你不要再说了 这是我们的家事 我们不欢迎你一个外人插手 阿运她已经够难过了 你不要再刺激她了 请你马上离开 江红去外面招呼了一声 两个保镖走过来 就把许优往外拖 许优当然抵抗 不过他们 只是高声喊着 谢志运 如果你还是人的话 就查清楚一切的真相 雅雅从来没有骗过你 从小到大 每一件事 她都对得起你 真正骗你的人 就在你身边 只有你还像个傻子一样 被人耍得团团转 楚诗然气得脸色战红 她和江红担心地 看向谢志运 却发现 谢志运居然已经晕过去了 医生说 谢志运是因为情绪过分悲痛 才导致的昏迷 三天两夜 她久久没有醒来 医院里 楚诗然和江红去走廊抽烟 此刻的楚诗然 俨然一副黑化小太妹的模样 半点没有她以往的清纯淑女形象 你怎么办似的 怎么会让许优闯进来 出现在谢志运的面前 现在她一通胡言乱语 让谢志运起了疑心 我们的计划都被打乱了 楚诗然烦躁地吐出一口烟 眉眼间全是暴力的幽暗 江红神色还算冷静 放心 情况还没有那么糟 谢志运被我们联手 骗了这么多年 是为什么 因为她足够蠢 而我们足够谨慎 况且就算她心里怀疑 又怎么样 她会给自己洗脑成功的 毕竟如果真的把真相揭开 让她直面自己亲手 把老婆孩子推向地狱的罪孽 你觉得她能接受得了吗 她接受不了 所以她绝对不敢去触碰真相 这是人性 楚诗然还是不安 老板那边怎么说 她说让你尽快和谢志运的结婚 只要你们领了证 谢志运这颗棋子就可以除掉了 那她答应我的条件 放心 不会改变 你亲手杀了自己妈妈的证据 会被销毁 事成之后 你就可以干干净净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而且还是以一个超级富婆的身份 江红说完 碾灭手中的烟 旁听的我震惊不已 妈妈已经死了 还是楚诗然亲手杀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口中的那个老板究竟是谁 太多的疑问纠结在心里 可是我却找不到答案 就在这时 一名保镖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 江哥 不好了 谢总不见了 楚诗然脸色大变 什么叫做不见了 是不是去洗手间了 是不是去花园了 你们有没有仔细找过 保镖 都找过了 谢总貌似是跳窗逃走的 江红和楚诗然对视一眼 同时都在对方眼里 看到了大事不妙这几个字 其实谢志运并没有跑远 他也没有跳窗逃走 他是顺着洗手间的通风管道 一路爬出去的 我的灵魂跟随着他 看着这个昔日养尊处优的大少爷 像特工一样艰难逃窜 心里除了震惊 还颇感滑稽 他为什么要逃走 是因为不再信任 楚诗然和江红了吗 但就算他查清楚一切 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 我和孩子已经死了呀 如果他不曾醒悟 继续相信江红和楚诗然 恐怕他很快就会被他们 送到地下来给他们母子赔罪了 现在该不会误打误撞 让谢志运捡回一条命吧 真是越想越不甘心 果然 谢志运逃离医院后 用公共电话 给一个远在暗国的朋友打了电话 那个朋友叫周谦 和谢志运家是相当 两人从小到大 都是一敌一友的关系 现在谢志运重判亲离 不敢向任何一个 和谢家有关的人求助 唯一能想到的 居然只有周谦 周谦没有拒绝谢志运 反而动用自己所有的人脉手段 把一切都查清楚了 写淋淋的真相 摆在了谢志运的面前 这下他所有的侥幸心理 全都破灭了 谢志运看完全部的资料 狠狠抽了自己三十多个耳光 抽得自己嘴角流血 可那又有什么用啊 当初在车里 我哭求他等我生完孩子 那时的他多么冷酷 多么高高在上啊 他欠我的何止两条命啊 深夜 在酒吧喝得醉熏熏的 楚诗然回到酒店 他摇摇晃晃地关上房门 对着手机里的江红大发脾气 你到底怎么搞的 这都半个月了 怎么还是没找到谢志运 他没带钱包 没带手机 连护照都没有 他能躲去哪里 手机里的江红语气仍旧平静 已经尽力在找了 你不用担心 老板那边已经找了最好的催眠医师 和精神科专家 等找到谢志运之后 我们就会给他用上新研发的 可以篡改记忆的新药 同时在催眠师的引导下 他会忘记一切 乖乖按照我们的计划走的 那好吧 你尽快 楚诗然挂断电话 随手将手机丢开 下一瞬 一个黑影将他压在墙上 死死掐住他的脖子 楚诗然惊愕地睁大眼 阿运 嗨嗨 谢志运冷笑 楚诗然 你刚不是还想找我的吗 我送上门了 你怎么这么害怕 我没 阿运 你快松开我 谢志运一把拉下 他左边的裙子继带 左肩上一个蝴蝶形状的胎记 暴露在空气当中 谢志运冰冷地凝视着他 当初你就是用这个骗我的 这其实不是胎记 而是个纹身 对吧 雅雅那个是真的 你这个才是假的 我看到楚诗然这个胎记 惊讶万分 因为楚诗然原本没有这个 这个蝴蝶形状的胎记 是我独有的 你说当初救我的人是你 你才是真正的楚新雅 只不过十五岁时 你的姐姐楚诗然不想出国 苦苦哀求你互换身份 所以你才从楚新雅变成了楚诗然 你还特意给我看了这个胎记 你说雅雅身上那个才是纹身 为的就是迷惑我 嫁给我 你说她心机深沉 说她自从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 就暗地里谋划一切 谢志运咬牙切齿地说着 一边说 一边自嘲地苦笑 我真是蠢啊 我居然信了你 你之所以能够说出 那么多小时候救我的事 是因为你偷了雅雅的日记本 你把里面的内容都背熟了 可笑我呀 错把珍珠荡于墓 明明上天已经把幸福交到我手里了 可是我却因为自己的愚蠢和傲慢 把它弄丢了 楚诗然眼看事情败露 开始哀求谢志运 我也是被逼无奈的 你祭母拿住了我的把柄 是她安排的一切 是她派人到国外找我 她让我勾引你 欺骗你 然后嫁给你 这样她就能够利用我控制你 进而谋夺你手中的谢氏股份 然后扶植她自己的儿子上位 可我爱你是真的 阿运 你要相信我 可谢志运却像是疯了一样 根本听不进去她的话 她收紧手指 楚诗然的呼吸更困难了 脸色胀得通红 你要对付我 我无话可说 可是雅雅呢 她是你的亲妹妹 她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要一而再再而三地 置她于死地 楚诗然怕到了极点 反而癫狂起来 那又怎么样 我们是孪生姐妹 可是从小到爸妈 最爱的人就是她 我已经处心积虑 把她卖掉一次了 可谁曾想 她居然命大地回来了 连老天爷都站在她那边 爸妈离婚了 我不想去国外 可是爸爸不要我 只要她 我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 你以为国外的日子很好过吗 你知道我经历了多少 恐怖可怕的事吗 你在国外吃喝嫖赌 夜夜声歌 酒池肉林 这也算恐怖可怕 已经知晓一切的谢志运 讽刺地笑 我也不想那样堕落 可我必须要融入那些白人的圈子啊 不然我就永远都是被孤立 被霸凌的那一个 我那么痛苦 却没有一个人理解我 连我妈都骂我 她还打我 她越说越激动 谢志运 所以你就杀了你妈 还把尸体冻在地下室里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尸首 尸首 楚诗然嘶吼着 像急了一头绝望的困兽 楚诗然吼着吼着 忽然笑了 谢志运 你把一切都查清楚了 是不是 你知道我从头到尾都在欺骗你 我的胎记是闻的 雅雅怀孕是真的 当初是你继母派人 删去她在医院的检查记录 也是你继母买通了医生和江洪 还有你手下的所有人 他们都在骗你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 这双眼睛都无所谓 反正你本来就是个笼子 瞎子 你如今知道真相了 又怎么样 那场绑架 不是楚新雅的自导自演 那些绑匪真的是你的仇家 他们原本的目标是我 是你 亲手把难产的楚新雅 从产房拉出来 交到绑匪手上 江洪和你的手下们 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 是你亲手害死了自己的老婆孩子 还是你用自己老婆的眼角膜 才得以重见光明 现在你知道一切了 你能改变什么 你要把自己的眼睛扣下来 还是要自我了结到地下 去给楚新雅赔罪 楚诗然越说越癫狂 而谢志运的脸色 越来越冰冷 越来越难看 终于楚诗然尖叫一声 倒在地上 满口是血 谢志运手中握着的匕首滴血 他居然生生割掉了他的舌头 你巧舌如簧 太会骗人了 所以这条舌头 还是割掉好了 谢志运疯了 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同样的 楚诗然也意识到了 他开始惊声尖叫 企图引起酒店客人和酒店工作人员的注意 谢志运 不用叫了 你忘了吗 这家酒店是谢氏旗下的 为了你 我已经把整座酒店清空了 所以你叫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楚诗然惊恐地向外爬 他好几次是着想站起来 可是恐惧让他腿软 试了好几次也没能成功 谢志运一步步逼近他 你说牙牙死前该有多痛苦 还有那个未出世的孩子 他一定很恨我吧 那些黑市的人 他们剖开牙牙的肚子 取走他所有的器官 他该有多疼 楚诗然 你该体会和雅雅一样的痛 不 你要比他更痛 痛一千倍 一万倍 楚诗然什么求饶的话 都说不出 于是逃无可逃的 他开始砰砰砰给谢志运磕头 他呜呜着 哀求谢志运放过他 可是彻底疯了的谢志运 再没一丝怜悯之心 他还是死在了谢志运的手上 用最痛苦的方式 死前 他的肚子被活生生破开 那些我曾遭受的痛苦 楚诗然都受了一个变 最后 他是活活疼死的 深夜 港城谢家正在为谢老爷子 举办八十寿宴 现场宾客云集 名流无数 谢家后花园 谢夫人赵婉希却正在和江洪私会 赵婉希嫁入谢家后 又给谢招生了一个小儿子谢伯 但谢家已经有了 谢志运这个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了 为了让小儿子谢伯上位 赵婉希无所不用及其 眼看着他的计划就要成功了 谢志运却跑了 他不知道是谁在背后帮助谢志运 所以胶着万分 查出来了吗 是谁在帮他 有点眉目 但还不确定 初步怀疑 是周谦 赵婉希 不可能 周谦不是一直和谢志运不合吗 怎么会下这么大的本钱帮他 忽然 一道低沉冰冷的声音响起 因为我答应要把整个谢家的资产 送给周谦当谢礼 赵婉希和江红同时大惊失色 手中握着枪的谢志运 不闪不避地出现在两人面前 你想干什么 这里是谢家 不是你可以胡来的地方 赵婉希拿出谢夫人的气势 下巴高高扬起 下一瞬 一颗子弹打在他的左腿上 他瞬间惊叫 倒地 血流如注 江红 来人 快来人 可往日随叫随到的保镖们 此刻却像是集体失踪了一样 江红摸向自己的后腰 他也要拿枪 可是手踩往后去 就被不知从哪里飞出来的子弹击中 是狙击手 谢志运冷笑 我说过了呀 我把谢家所有资产都送给周迁了 所以这里不再有谢家的人手 有的全是周迁的人啊 你疯了 你真是疯了 赵婉希痛骂 谢志运 我就是疯了 说完 他抬起手枪 又给赵婉希肚子上来了一枪 枪响早就让宾客们 四散奔逃 谢昭文生找到这里 满脸惊慌 正好看到谢志运 朝着继母开枪的一幕 逆子 你要造反吗 还不快住 他的话还没说完 眉心中担 双目圆睁 死不明目地倒了下去 随后 谢志运像是失去了所有的耐心 从小腿上抽出早就准备好的匕首 朝着赵婉希和江洪走去 他给了他们和楚诗运一样的死法 等两人都咽下最后一口气时 谢志运整个人像是从血液里 走出来的修罗一样 争宁可不 不知何时来的谢老爷子 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风于富泰的老脸上 惨白一片 阿运 你 你疯了 谢志运的目光落到他身上 爷爷 你错了 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过 我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更知道这一切罪恶的源头是什么 谢老爷子久经风雨 他稳住摇摇欲坠的身形 你到底想怎么样 谢志运不答反问 爷爷 你到现在还能稳得住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你还有谢伯 你错了 当初要不是因为你贪心 说什么多子多孙多福 赵婉西这个贱人也进不了谢家的门 我妈不会自杀 我不会被拐卖 我的雅雅和我的孩子更不会死 所有一切罪恶的源头就是你 你的封建 愚昧 愚蠢 贪婪 造就了今天的一切 那你想爷爷怎么样呢 你今天的一切都是谢家给的 都是我给的 我也不知道赵婉西究竟做了什么 但无论做了什么 你已经杀了你爸和他 天大的仇怨也该放下了 以后你和小白好好的 支撑起我谢家的门楣 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既往不 谢老爷子的话还没说完 一个黑衣人从暗处现身 随后将一个囚状物咕噜噜的 朝着老爷子丢过去 老爷子第一眼没看出是什么 待到看清楚之后 一个猎切倒在了地上 和地上的人头刚好掩对着眼 谢志运狂笑 爷爷 你该不会认不出小白了吧 这是你心心念念的小白的头啊 我砍下来给你当寿礼 恭祝你老人家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谢老爷子急怒攻心 眼前一黑 心口皱痛 他颤微微从口袋里取出长被药 却被谢志运一脚踢飞 谢志运屈高临下地 看着心脏病发的老爷子 您识相点 自己死 我就不用再担负一个 是祖的罪名了 谢老爷子痛苦万分 却无计可失 最后在谢志运冰冷的注视下 心跳停止 呼吸消失 死了 谢志运的双眼 在老爷子彻底厌弃的那一刻 变得空洞无比 他恍恍惚惚地游荡 最后来到了我的墓前 轻浮我墓碑上的照片 那是许优替我选的照片 照片上的我 青春明媚 幸福地笑着 雅雅 我给你报仇了 现在我下去找你赔罪 你一定 一定要等我 说完 他举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砰 墓地上空盘旋的乌鸦被惊到 撕叫着飞走 黑色的鸭语落下 我的灵魂消散 谢志运 如有来生 永不再见 故事二 离婚时 前夫要和我抢儿子的抚养权 他笃定地说 要不 问问他自己的意见 儿子握着手机 淡定地看了我一眼 真打算离 我点点头 那行 他低下头继续打游戏 我跟我妈 多分点财产给他吧 不然我怕他养不起 儿子被他爹拽进了书房 我不放心地想跟上去 房门砰地在我面前合上 里面传来周玉暴躁的声音 周瑞泽 我再问你一次 你真要跟着你妈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妈就一家庭主妇 真以为她能照顾好你 儿子漫不经心地声音响起 爸 我跟着谁 其实都无所谓 主要是我林姨 现在怀着弟弟 我跟着你吧 就怕影响他心情 自己做的丑事 被儿子提及 饶是周玉这样的厚脸皮 估计也有些挂不住 里面的声音小了下来 我听不清楚 他们后来说了什么 只感觉脸上 爬着潮湿的氧溢 伸手去抹 泪水却越抹越多 我木然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终于忍不住 把脸埋进了掌心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书房的门被重新打开 周玉走到我面前 看着我埋头哭泣的样子 到底有些不忍心 递了一张抽纸给我 缓缓说道 瑞泽就跟着你吧 我抬起泪流满面的脸 车 房都留给你 再给你五十万 你要是同意 咱们明天就去办手续 我茫然地看着他 说实话 让着离婚的是我 但这个婚怎么离 我其实一点都没有底 车就别给他了吧 周瑞泽突然开口 我回过些神 嘴角泛起一抹苦笑 到底是父子连心 他终归是向着他爸的 我妈那技术 就别要车了 不开浪费 开了犯罪 还是直接折线吧 你那车怎么也得七八十万 一口价 房子加一百万 我觉得挺合理 周瑞目光沉沉地 看向周瑞泽 后者无所谓地 耸了耸肩 周瑞收回目光 那就这么办 明天九点 民政局见 大门被关上 我的心 也跟着抽搐了起来 周瑞这一走 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回来 我和他从大学时 开始恋爱 少年时的爱情 真挚又纯粹 本以为能相扶到老 却不知为何 会走到如今这不田地 妈 周瑞泽的声音 把我从悲伤中换回来 我饿 你做饭了吗 我连忙起身 擦干净眼泪 我这就去买菜 他的声音中 多了一丝委屈 妈 你马上要有一百万了 就不能请我出去搓一顿吗 我带着周瑞泽去了楼下的烤肉店 他把一块五花肉包进生菜里递给我 妈 这可是自助餐 多吃点才能回本 哦 我接过来塞进嘴里 只觉得胃如嚼辣 食不下咽 想到网上那些关于父母离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的话 我真拙着开口 儿子 我和你爸虽然要离婚了 但他毕竟是你父亲 我恨他可以 你就不要恨他了 我不恨他 他把鸡翅翻了个面 你也别恨他了 恨一个人挺累的 他坐在我对面 腾腾的烟雾里 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 早上我正坐在床边发呆 周瑞泽来敲我的房门 妈 到时间了 走吧 我猛地惊醒 我怎么感觉 对于我们离婚这件事 他比他爹还要迫切 我拉开门 狐疑地看着他 你怎么还没去上学 他一脸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妈 今天是七月一号 放暑假了 这一个多月 我浑浑噩噩 竟连他放假都忘记了 我内疚地替他整了整衣领 对不起啊儿子 他歪着头笑了笑 你要真愧疚 请我去捋个游备 咱们去海边 潜水吃海鲜 他用手比了个烟 行啊 我也忍不住笑起来 心底的那些阴霾 似乎被驱散了一点 林月跟着周玉 一起来的 这还没离婚呢 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登堂入室了吗 周睿泽主动向他打招呼 哟 林姨 这么热的天 您还跟着跑一趟呢 当心别把我弟弟晒化了 你 林月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拧着身子想让周玉撑腰 周睿泽急忙解释 爸 我可没别的意思 这四十度的天气 我是真心疼弟弟 周玉沉着脸对林月说 你去车里待着吧 别跟着进去了 提交了离婚登记申请 接下来是一个月的冷静期 周玉开着车过来 叫住我们 我送你们回去吧 我刚要拒绝 就见周睿泽一个剑步上前 拉开了车门 妈 快上来 我快热死了 我只好跟着他上车 我们坐在后排 前面那个熟悉的位置 坐着林月 他拉了拉周玉的胳膊 娇嘀嘀嘀地说 老公 我们待会儿去哪儿庆祝 周睿泽探头过去 林姨 去小江南呗 我爸最爱吃他家的菜 以前但凡有点好事 就带我和我妈去那里 从后视镜里 我看见林月的脸 拉得比驴还长 虽然不太厚道 但我还是暗爽了一下 周睿泽退回来 持续发力 妈 你说 咱们去哪儿旅行呀 要不别去海边了 去丽江吧 都说丽江是艳遇之都 指不定能再给我找个爸呢 周玉的脸色 也有些不太好看了 打算去旅行 他从后视镜中 看了我一眼 我不想和他说话 天过头 去看窗外的风景 去散散心也挺好 他自顾自地说 但丽江没什么意思 不如去三亚吧 我有个朋友 在海棠湾开了家酒店 周睿泽又把头伸过去 行啊 爸 能刷脸不 就咱爷俩儿这相似度 您朋友一眼就能认出来吧 周玉笑了笑 腾出手摸了摸周瑞泽的头 你是我儿子 当然没问题 他俩父慈子笑 完全没看到林月的脸黑如锅底 我和周瑞泽到底还是去了三亚 按照他的话来说 有便宜不占 王八蛋 他兴致高昂 做了满满三大业的攻略 我不想做个扫兴的妈妈 只好打起精神陪他 十三四岁的男孩子 正是经历充沛的年纪 白天陪他跳伞冲浪潜水 晚上还得陪他逛夜市 抓小杀蟹 一整天下来 我骨头架子都快散了 沾床就睡着 连离婚后的伤感都顾不上了 从三亚回来 原本想好好休息一下 他又对我的厨艺提出了意见 妈 你做这些菜吧 难吃倒是不难吃 主要是缺少变化 我邪腻着他 你吃我做的饭 吃了这么多年 这会儿到嫌弃上了 他挠了挠头 黑黑笑道 也不是嫌弃 主要是有点腻 你要是能多点变化 我指定把自己吃到一米八八 滚吧 我拍了拍他的脸 笑起来 这么些天过去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小子变招法地折腾我 不过是想让我忙一些 没有时间难过罢了 我选老公的眼光虽然不太好 但生的孩子却是个宝 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我打算去找个工作 周玉虽然答应给我一百万 也承诺每月的抚养费 按时到账 但一百万真要用起来 其实并没有多少 光是周瑞泽每年的补习费 都得小二十万 更别说日常的花销 要是坐吃山空 要补了多久 山就得被吃光 做了十几年的家庭主妇 我的工作技能几乎全无 我想着要不先找个 轻松一上手的事情做着 待积累些经验 以后再换 我向周瑞泽提了我的想法 毕竟我要是出去工作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照顾他 他想了想 说 你要出去工作 我当然是支持 但找工作这事吧 就和找对象一样 得谋定而后动 听他这一番小大人的话 我扑齿笑出了声 忍不住逗他 你找过对象吗 怎么就一样了 他阵阵有词 您就说吧 要是前面凑合着随便找一个 后面遇到更合适的 您是分啊 还是继续耗着呀 我想了想 倒也是这么个理 要是随便找个工作 后面遇到更好的 请假面是什么的 也挺麻烦 周瑞泽寻寻善诱 找工作这是不用着急 但另外有件事 倒是挺急 什么事 我问他 把我的补习班停了 不行 我斩钉截铁地拒绝 妈 他哀嚎一声 一天补四门功课 我是您儿子 可不是生产队的驴 经过友好协商 我们决定把语文和英语的补习取消 暂时保留数学和物理两科 如果后续有进步 再酌情考虑 老妈万岁 周瑞泽高兴地绕着我跑了两圈 还主动刷了一套英语题 我们的生活慢慢进入正轨 那天 我正在闺蜜宁宁发来的链接上下单买东西 周瑞泽凑上来看了半天 突然开口问我 宁宁阿姨做这个能赚钱吗 还行吧 我一边付款 一边随口应导 她拉了下我的手 大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妈 我觉得您挺适合做这个的 我的心动了一下 宁宁向来眼光独到 前些年做电商 便做得风生水起 这次转战的 是一个新上市的社群团购平台 目前用户虽然不多 但购物方式便捷 传播渠道灵活 发展前景应该很不错 最重要的是有一件帮卖功能 不用考虑货源 最适合像我这样的新手操作 行啊 我去找你宁宁阿姨取取经 要说这十几年的主妇生活 让我收获了什么 最主要的便是采买的技能 我这人有些挑剔 买东西的时候不仅关注价格 对品质的要求也很高 常常是货比三家 做足选择 所以身边的朋友要买什么 总喜欢找我推荐 如周瑞泽所说 做这样的平台确实很适合我 在宁宁的帮助下 我的店铺很快开起来 我对包卖商品的品质把控很严 必须自己试用过好才开卖 所以虽然赚钱不多 但很快积累了一批死忠粉 转眼就快到一个月了 周玉突然找上门 他说想要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我愣了许久 离婚虽然是我提出的 但他估计早就存了这样的心思 否则又怎么会处处挑刺 对我各种嫌弃 再何况 林月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想来应该催得很急 他突然来这一出 倒是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为什么 我问 周玉的眼神有些闪避 半嗓 才慢吞吞地说 我 我舍不得咱们这个家 我的神思有些恍惚 周玉刚开始创业那几年 经常出差 每次走之前 都会抱着我 亲吻儿子的小脸 老婆 我舍不得你们 等那边事情一办完 我立马回家 是什么时候开始 他变得不愿意回家了呢 许是见我神情松动 他坐过来 拉住了我的手 老婆 咱们别闹了行吗 你真忍心让儿子没有爸爸吗 我把手指从他掌心抽走 看向他的眼中 带了一丝讽刺 周玉 做错事的是你 不想付出代价的 也是你 这世上 哪有这样的道理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找朋友帮我查了 查周玉现在的情况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周玉经营的是一家商贸公司 说白了 就是利用渠道优势转买转卖赚差价 半个月前 林月负责采购的一批货被发现造假 上游的供应商 上游的供应商直接跑路 下游的客户拒绝收货 还要求赔偿一切损失 据说周玉所有的老本都掏了出来 才堪堪田上这个窟窝 现在别说一百万 估计连一万块 他拿出来都困难 这次来找我复合 看来不仅是想赖掉那一百万 甚至有可能 是打上了这套房子的主意 我们住的是一套学区房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 起码值个五六百万 当初协议离婚时 不知道周瑞泽和他说了什么 或许是对我们母子 还抱有那么一丝丝 微不足道的歉意 又或许是当时他生意蒸蒸日上 没把这些钱放在眼里 离婚协议倒是签得爽快 可如今落魄了 这些资产变成了救命的稻草 只想握在自己手里 可是情人闯下的货 却想来前妻这里占便宜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呢 冷静期满后 本来应该去申请领离婚证 但我一直联系不上周玉 想来是故意拖着 让后续流程走不下去 我正烦得要死 突然收到了一个快递 里面是一个优盘 存着周玉出轨的证据 有他和林月搂搂抱抱去酒店的视频 有他们露骨的聊天截图 甚至还有5201314这样的转账记录 我拍了张照发给周玉 协议离婚不成 我还可以走诉讼程序 过了一会儿 周玉的电话拨过来 老婆 你真这么狠心吗 咱们可是十多年的感情 难道说没就没了吗 今天难得递下了一场大雨 电话打来的时候 我正站在楼下的十字路口 四面八方的风向我呼啸而来 我轻轻开口 周玉 咱们的感情 是你先弄霉的 那头再没了声音 周玉最终还是来领了离婚证 那天 她是一个人来的 没有带林月一起 整个人显得无比憔悴 听说她那家商贸公司 账面上没有了流动资金 几乎处于停摆状态 但供应商早期的货款要付 员工的工资更是拖不得 想来这段时间 她已经焦头烂额了吧 分别的时候 她拉住我 晚清 一起吃个饭吧 我刚要推辞 便听她急切地说道 就算是分开了 还可以做朋友吧 一起吃顿饭都不行吗 我太了解她了 如此放低姿态 倒不是旧情难忘 估计是有什么话要讲 我点了点头 我们随便找了一家民政局旁边的餐厅 坐下后 她不停地转动着玻璃杯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不想浪费时间 索性先开了口 周遇 你有什么话便直说吧 她愁愁片刻 才小心翼翼地说 之前答应你的那一百万 能不能缓一段时间 你放心 我答应给你的 一定不会失信 只不过 可以 我打断她的话 晚清 她伸手想拉住我的手 我不动声色地缩了回来 我同意延期一年支付 但要按市场行情 收取百分之十的利息 另外 我要按特级经销商的待遇 从你公司拿货 你放心 货款我会按时支付 之前宁宁一直说 优质货源不好找 不是价格太高 就是质量不好 她说这话的时候 刚好被周瑞泽听到 机灵鬼眼睛眨了眨 对我们说 宁宁阿姨 我知道哪里能满足你们的需要 真是瞌睡遇到枕头 我还在琢磨 怎么跟周遇开这个口 她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毕竟 成为他们公司的特级经销商 那都是拿了上百万的货 才有的资格 周遇大概没想到 我会和她谈条件 愣了一会儿 才苦笑着说 你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你以前 周遇 我再次打断她的话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以前的我满心满眼只有 她和孩子 放着好好的工作不要 只想为家庭奉献到老 年轻人才长恋爱恼 像我这样的中年气负 只看利弊取舍 我举起杯子和她碰了碰 周老板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有了货源保障 我很快从帮卖转为了自主开团模式 一方面利润更高 另一方面可以发展自己的帮卖团长 扩大销售渠道和覆盖范围 因为平台刚上线不久 获得了许多帮扶和奖励机制 我注册了一家公司 请了专业的运营 策划和客服人员 日子过得虽然忙碌 但无比充实 但周玉最近过得却不太好 前些日子 卖假货给她的供应商 被抓住了 那人交代 林月从一开始就知道 这批货有问题 但收了她百分之二十的回扣 便将事情瞒了下来 周玉知道后大发雷霆 当着众人的面 扇了林月一记耳光 没想到林月站立不稳 肚子撞到了桌角 导致胎盘早包 不但林月遭了一场大罪 孩子也胎死腹内 听说这段时间 林家人天天堵在公司里 找周玉要说法 吓得她办公室都不敢去 宁宁和我说起这事的时候 语气里满是幸灾乐祸 我说得没错吧 见人自有天收拾 我正在看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淡淡地说 别影响咱们的生意就好 本以为我和周玉 感情不在买卖在 彼此相安无事 倒也挺好 但她却不这么想 之前和我对接的 是他们家的一个客户经理 这段时间 联系人却变成了周玉自己 打着维系客户关系的旗号 频频向我示好 甚至在情人节那天 还送了一束花到家里 那天正值寒假 花是周瑞泽收的 他神色古怪地看着我 妈 你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我从客厅路过 随手抽出插在花里的卡片 花不尽 月无穷 两心筒 这是周玉第一次送花 给我时写在卡片上的字 只可惜亭前花谢了 行云散后 物是人非 我把花和卡片一起扔进了垃圾桶里 周瑞泽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突然开口 妈 我爸是不是想跟你和好 我想了想 是该和他好好谈一下了 拉着他的手坐到沙发上 儿子 可能你会觉得妈妈自私 但是我和你爸爸 真的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 他反握住我的手 裂开嘴对我笑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 你永远要记住 你首先是你自己 然后才是我妈妈 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幸福更重要 我捂住嘴 拼命忍住眼泪 得到儿子的支持 我准备找个机会和周玉说清楚 我约他在家附近的饭店见面 临走时 周瑞泽非要跟我一起去 我拗不过他 只好把他戴上 这是我离婚后 第一次主动约周玉 他似乎刻意打扮过 穿着我给他买的衬衫和皮鞋 手里还捧着一束玫瑰 见我们进来 他激动地迎上前 晚清 瑞泽 你们来了 周瑞泽打亮了他一眼 调侃道 哟 爸 您最近这状态可不太好呀 我跟我妈出去 别人都说她是我姐 要跟您一块出去 恐怕别人以为您是我爷 周玉尴尬地笑了笑 你妈妈 确实越来越年轻了 周瑞泽点了点头 老气横秋地说 所以说 这人哪 还是得自律 要是自己都管不住自己 那可是后悔都来不及 爸 您说是这么个理儿吧 周玉连笑都笑不出来了 周瑞泽点了几道 我和他爱吃的菜 坐在我身边 准备玩手机 我凉凉地看了他一眼 他赶紧把手机收回去 嘿嘿一笑 我不玩游戏 就看看群里老师发的消息 只准玩一把 哦 老妈 我最爱你了 见到我和儿子的互动 周玉的眼眶 有些泛红 抹了一把眼泪 拼命地给我们夹菜 我们一家人 好久没像今天这样 坐在一起吃饭了 我放下筷子 叹了口气 周玉 我们 一道人影突然冲出来 端起桌上的汤 向我泼过来 儿子飞快地挡在我面前 滚烫的热汤 落在他的胸前和手臂上 裸露在外的肌肤 迅速红了一大片 林月歇斯底里地骂着 苏婉清 你能不能要点脸 就那么喜欢勾引别人的男人吗 怎么样 痛不痛 有没有烫伤 我顾不上李慧林月 也没心思管旁人异样的眼神 慌乱地检查着周瑞泽的身体 妈 我没事 周瑞泽赶紧安抚我 幸好汤已经放了一会儿 皮肤除了有些红肿 倒是没什么大碍 我这才放下心来 周瑞已经将林月拉开 林月 你发什么神经 我和你已经完了 该赔偿你的钱 也已经拿给你父母了 你还想怎么样 林月的脸愈发猙獰 赔钱有什么用 我的孩子都没了 你们一家人 凭什么还可以其乐融融 我刚要转身反驳他 便见他手中有荧光闪过 我下意识地拦在了周瑞泽身前 一阵疼痛袭来 隐隐约约看见周瑞泽抬起脚 将林月踹飞了出去 我的意识渐渐模糊 晕过去前 我脑子里莫名地闪过一个想法 不愧是学了这么多年的跆拳道 这个钱花的可比补课值 不知道睡了多久 迷迷糊糊中 听见周瑞泽在我耳边叙叙叨叨 没有您儿子我这样的伸手 就不要瞎逞能了好吧 我这儿有一大堆作业要写 还得来医院照顾你 您就说 醒了怎么补偿我 起码得让我玩三天手机 大概是玩手机这个词 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 我蹭地坐起来 插腰怒吓一声 周瑞泽 赶完试试 胆肥了你 他笑咪咪地站在我面前 像一只狡猾的小狐狸 护士端着托盘走进来 醒啦 二十四床的 以后注意不能减肥过度了哈 这血糖都低成什么样了 啊 什么减肥 什么低血糖 我心虚地躲避着周瑞泽的目光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要不是您血糖过低 他用一把顿叉子 还能把你整晕过去 我强称着最后一丝尊严 我那是急火攻心 你懂个屁 俗话说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经此一事 我是不敢再和周玉有半点牵扯了 正好一年之期 马上就要到了 我找律师 发了一封催款函给他 倒是不怕他不还钱 我这里压着未付的货款便不止110万 钱很快到账 我又让公司的同事起草了一份 不再续约的书面通知 并对账目和货物进行了核对 因为口碑好 服务家 又抓住了平台刚上线的风口 我的生意现在越做越好 很多供应商 甚至是厂家 直接联系我想要供货 哪怕是没有周玉的货源 对我也丝毫没有影响 反而是他 如果失去我这么个大客户 可能处境更加艰难 他打了无数通电话给我 我不胜其烦 直接把他拉进了黑名单 他上门找我 可我已经趁着假期最后几天 带着儿子去了丽江游玩 准备登机时 我接到了林月的电话 在他还没有开马前 我先开了口 林月 我和你从来都不是竞争关系 你好好想一想 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到底是谁害的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传来了挂断的声音 他们的故事可能还有很长很长 但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希望他们白头到老 永远所死 新学期开学 我去给周瑞泽开家长会 老师通报上学期的期末排名 他的成绩属于不上不下的类型 年级一千名学生 他常年在三四百名间徘徊 但这一次却让我大跌眼镜 他竟然冲进了年级前两百名 尤其是停止补课的语文艺科 居然取得了全班第三的成绩 班主任对我说 这孩子资质不错 要是能再挪把力 上本部高中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激动地握住老师的手连连感谢 从学校出来的时候 我还有些轻飘飘 周瑞泽鄙试地看着我 妈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要是下次我冲进前一百 你是不是要高兴地晕过去 我嘿嘿一笑 那我晕了也值得 你妈妈我呀 这辈子没什么指望了 只希望你有个好前程 幸福快乐地过完一生 他在我面前站定 不赞同地看着我 妈妈 你这辈子还长着呢 我想成为你的骄傲 但不想是你唯一的骄傲 我抬头看着他 面目清朗 身形挺拔 小小少年早已长大 我不禁释怀 儿子 妈妈我呀 也要开始自己精彩的人生了 番外周瑞泽片 上一世 爸妈离婚 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 我选择了跟爸爸一起生活 他有了新老婆 还有了新儿子 我就像一个多余的人 寄居在别人的壳里 靠汲取那么一点 微不足道的养分存活 倒也不曾虐待 可是看着他们一家 其乐融融的生活 我就像一个旁观者 爸爸说 你要是不听话 就滚回去找你妈 看她养不养得起你 林月阿姨说 我供你吃供你喝 使唤你做点是怎么了 就连刚会说话的弟弟 也会奶生奶气地对我说 你不是我哥哥 你是外人 我总是偷偷回去看妈妈 她在一家便利店里工作 原本挺直的脊背 变得勾楼了 清澈的眼神 也变得浑浊 有一次 我见到她对着楼下的流浪猫 叫我的名字 瑞泽 你好久没来 妈妈可想你了 后来 为了给弟弟取挂在树上的风筝 我从树上掉了下来 撞到后脑勺 一命呜呼了 我的葬礼上 所有人都在安慰爸爸 老周 节哀顺变 大的没了 还有小的呢 只有妈妈一言不发地坐在角落 我想抱抱她 但只能从她的身体中穿过 她的身形愈发单薄 以至于天台上的风 轻轻松松就把她吹落 她温柔地说 儿子别怕 妈妈来陪你了 一睁眼 我回到了他们离婚那年 妈妈还沉浸在虚妄的幸福之中 哪怕爸爸 对她已经很冷淡 哪怕她的借口 早就处处是破绽 她却还傻乎乎地对我说 儿子 别打扰你爸 她一个人赚钱多辛苦呀 我暗暗翻了个白眼 我骂这个恋爱脑 要是在某呼上发个帖子 是要被骂上 九十九家的程度 我重生一世 没办法帮她挽回爸爸的心 但可以帮她挽回她的钱 我开始搜集爸爸出轨的证据 说实话 这事儿的难度一点都不大 爸爸有恃无恐 手机里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 一条也没有删除 我找了个上网查资料的借口 拿到他的手机 随随便便就获取了好几个句 又到了决定我抚养权的那天 爸爸胸有成竹 觉得我肯定会选择他 毕竟 妈妈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没有经济保障的亲情 就像一盘散沙 都不用风吹 走两步就散了 但我只是瞥了他一眼 定定地说 我跟我妈 多分点财产给他吧 不然我怕他养不起 书房里 爸爸还想威胁我 你妈可说了 只要你跟着他 宁愿净身出户 我叹了口气 点开了从他聊天软件里下载的 他和林月自娱自乐的小视频 爸 你们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就别跟我妈抢了吧 我妈他 只有我了 说实话 我对他并非 没有一点恨意 只是爱 更强大 他足以支撑 我不被困在仇恨中 狗狗盈盈 去迎接新的生命 妈妈其实是个很有能力的女人 她只是被家庭和爱情 蒙蔽了眼睛 上一世 宁宁阿姨几次邀请她一起创业 但她始终沉浸在 离婚狮子的痛苦中 没有答应 这一次 我只是轻轻提了一句 她便欣然同意 而且 做得比我想象中更加成功 她变得越来越明朗自信 比起之前 我更喜欢现在的妈妈 她不仅仅是妻子和母亲 还是一个独立的女性 她这样 真的很好